有很多人跳坑 然后有很多人推别人跳坑的这种过程当中 在一个资讯人的角色啊 他可以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 或者说他已经做出了什么样的东西 好像回应有点大 帮我再降低一点 然后 首先我就是当第一位 我们今天第一场的session 下午第一场session 我们来讲讲口罩地图的这件事情 那我们就来开始啰 好大家好 我是好 我是口罩地图的那个始作俑者 所以口罩地图如果认真讲的话 它其实是有两个版本 第一个版本的话是超商口罩地图 第二个版本的话 就是大家都在使用的药局口罩地图 所以我就是超商口罩地图 第一个做这件事情的人这样子 那我们先回忆一下 那时候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啊 因为时间有点久远了嘛 大家年初的事情 很高兴台湾在今年疫情当中 没有太大的影响 虽然说我们还是有确诊者 还是有所谓的已经就是确诊然后离世的 但整体来讲的话 台湾还是算是整个世界相对来讲安全的地方 那我想这个东西也是很多台湾人一起努力的 所以倒带一下 不要因为我们这样的防疫可能算是成功的状况 我们就忘记我们还是处在面对对抗病毒的这个时机点 那回忆一下 202月1号2月初的时候 是不是这件事情 那时候呢 政府颁布了一些命令 说我们的口罩 统一征收 我们只允许放在超商购买 而且我记得应该是没人两片吧 几块我有一点忘记了 所以那时候发生了一些事情 就是说所有的人啊 在那个时间点好像就是跑到超商 然后去排队排买口罩 然后看到比较夸张的经验是这样子啊 就一间跑完之后他发现没有了 他就跑到另外一间 没有再跑到另外一间 就四周围啊 甚至还跑到一些比较偏乡的地方去找寻口罩 这好像变成是一个全民运动啊 所以如果你平常就有在超商里面的人的话 你会发现 最近超商好像变得比较多人这样子 而且这些人的话 感觉每个都愁眉苦脸 进去超商之后 全部的都排在柜台那边排成一排 大家都不说话 然后第一个问说 还有没有卖口罩 他说口罩早就卖光了这样子 然后后面的人就 整个人笼就一拥而散这样子 一拥而散 这种状况啊 不会只出现一次 20分钟会repeat一次 你就会发现 哇塞 全台湾的人 在这件事情浪费了多少时间 除此之外的话 在那个时间点啊 我看到这件事情之后 然后另外一个部分 就是在网上 跟人家比赞这样子 网路上跟人家比赞 然后因为有人在说 政府的政策啊 为什么要统一征收 为什么要管那么多 为什么要一片卖多少钱 为什么不让它变成是市场化的价格 为什么不能出口啊 什么狗关啊 什么之类的 还记不住那些事情 所以就要网上 网路上跟人家赞这些东西 所以嘛 那工程师的性格 如果早上有听的人 就会知道 工程师的性格就是 一言不合就做side project 就喜欢自干嘛 这样子 什么东西看不顺眼 我们就做出一些程式出来 去至少证明自己的论点也好 或者是解决这些问题也好 这样子 所以就反正随时随地都在跳坑 做一些side project这样子 好 那那时候就想说 诶 我想要弄个简单的side project 让人可以回报这个超商 可以买到口罩 然后可以用地图来查看 口罩还有那些 哪边有地 还有存量这样子 但是在几月几号 二月一号的时候 下午的时候 马上起了这个念头 反正工程师就是这样子嘛 你想到什么东西就藏不住 小路乱撞 说我晚上一定要半夜的时候 开竿这件事情这样子 所以下午的时候 一有这样的念头出来 晚上就开竿了这样子 所以二月一号的凌晨 就开始做这个东西 所以那个时候啊 你知道吗 有这样的想法的时候 脑中浮现的样子 我打开 我想要看到地图 我地图上面的话 有这些超商的 电点这样子 那这些超商的电点 很容易就辨识 哪个地方有口罩 哪个地方没有 那我用颜色来标示好了 红色的话代表他卖光了 绿色代表有口罩 脑中大概想到这样的图片 图样 那时候遇到一些问题 你知道吗 一开始什么东西都没有 资料没有 我要呈现地图 那我当然就用Google Map 那时候就 又想说用Google Map好 还是用OpenStreet Map也好 那时候想说 那我先用Google Map好了 一来大家可能比较容易接受 那二来的话 后面还有一些东西 要用到Google Map没有的地方 第二个东西是 我要在一个地图上显示 我的超商地点 这个东西需要资料 你知道吗 就开始找OpenData OpenData有超商的地点 可是那是五年前的资料 你知道吗 五年前的资料到现在 有些店已经关了多少 开了多少 那个东西根本就 头痛不太能用 那不然的话 另外一种方式 工程师喜欢自干嘛 那不然我们就自己 写爬虫 去爬这些四大超商的 可是那个要转成 精纬度要干嘛之类的 其实有点难受 那不然这样子好了 我就想说 那我用Google Map Press API好了 那GooglePress API的话 它是需要收费的 可是它的方便是 我只要传 精纬度给它 它那个API 叫做什么 search nearby的样子 然后我只要传 我本身的精纬度给它 它就有办法 把我要查询的资讯给我 所以我下了关键之类 就像是四大超商这样子 所以我就用Press API 去处理掉那个地点的问题 那另外一个问题 我要如何知道 这间店有库存没库存 你知道在那个时间点啊 那些库存的数量 只会掌握在四大超商手中 因为它没有进货数量 跟出货数量 可是想当然了 你是什么卡 不肯给你这些数字嘛 对不对 好吧那怎么办 嗯好 不然这样好了 我们让民众自己回报 我们做用crossourcing的概念 所以如果没有人用的话 那就没有资料 没关系 如果有人用的话 那就一个一个回报这样子 越多人回报就越准确 如果人家回报 乱回报那就算了这样子 然后就用群众回报的方式 去把这些dataset收集起来 那所以这个就是一开始 第一个版本的口罩地图的画面 我不知道有没有 看过这个东西 它跟你们后来看到 应该完全不一样 所以就是我理想中的画面啊 打开是地图 然后这边可以用打卡的方式 你在哪个地点选到了它 你可以点选 售完了还是充足了 这样的方式 灰色的话就是没有打卡 甚至还有一点游戏的概念 周围都是灰色 你必须要去那边打一下卡 这样子的感觉 所以那个时候 这个就是第一个版本的口罩地图 这样子 好了半夜 其实老实说 这些技术啊 对一个工程师来讲 其实它不会特别困难 所以小弟我的话 就可以用一个晚上 去把它做出来这样子 因为都是串接一些服务这样子 对不对 那后来就早上啊 你看早上的时候 大概11点的时候 代表说整天晚上都没睡 那个时候是因为半夜是会照顾小孩 刚好他可以睡过夜 所以有一些时间可以walk 现在的话就没有办法这样子 那那个时候早上的话 就11点半的时候就release 放在我们的自己的slack 自己的facebook 然后还有放在那个 G0B的slack里面这样子 做完一个东西 就迫不及待的 想要把它拿去展现 open source 让大家都知道这件事情 但是这件事情啊 其实对于我来讲 它就是日常会做的事情而已 一言不合就做side project 到目前为止 大概接近快做到 100多个side project了吧 事实上大部分的side project 都禁止于到这个阶段 我做出一个东西耶 放上去 然后就这样子而已 那只是说 这个side project还比较特别 到现在为止的话 我就放上去 然后就开始做 今天一整天的生活了 不管它了 那后来呢就发现 状况有点太对劲 就下午的时候就有很多的 媒体啊采访 不是采访啊 就媒体报道这件事情啊 像这全部的新闻 都是在2月2号的时候 发生的这样子 就那天下午 就突然就爆炸了这样子 那可能就是跟需求有关吧 跟大家的恐慌程度有关吧 所以这东西上去之后 很多的媒体就 就想要把这个东西 当成是晚上的头条这样子 然后就甚至下午的话 就很多媒体 打电话过来采访这样 那这个是那天的 等一下 还不到那个阶段 这个是那天的流量 流量先看流量 这一天的流量的话 大概是54万的 对 54万的流量这样子 然后这个是在几个小时 11点到下午5点 然后这是 6个小时吧 6个小时所创造出来的流量这样子 所以你在中午过后之后 很放心的去吃饭 突然就爆炸这样子 往上升这样子 然后因为当时其实人在外面 也没有注意到这件事情 好 那就反正就是一天的流量 所以另外一个问题来了 为什么下午5点的时候就 就关掉了 是超商不卖口罩了吗 还是还是发生什么样的问题啊 是这个东西啊 这个是账单你知道吗 这个数字在这里 2月1号到2月几号这样子 然后那天的账单是 2万4千多块这样子 那时候我下午啊 我在看 我第一眼看到这个数字的时候 在下午2点的时候 我看到这个数字的时候 它还没有那么恐怕是2千块 我说 这个塞托拉加2千块 好吧 既然有那么多媒体在关注 那也不错这样子2千块 靠不对 这2千块单位是美金耶 这不是台币耶 好 6万块 这个 好 牙一咬 然后捏一下这样子 好 OK 没问题 继续撑这样子看看 反正有人用都是好事 继续往下走 2点 3点 4点 4点的时候在看它的时候 怎么多了一个零啊 从2千变2万 这时候你会做什么事情 诶 不要闹了 我昨天想到一个idea 半夜去石坐沙 然后结果今天下午的话 就变成那台国产车这样子 不行不行 在5点的时候一定要关掉这样子 所以后来 5点的时候就把它关掉了 那这个另外有趣的事情是这样子 那天下午嘛 很多媒体采访 就打电话来这样子 然后后来我发现这不太对劲 其实你知道吗 那时候看到账单的时候 已经知道这件事情了 你不敢跟媒体讲 不只不敢跟媒体讲 还不敢跟太太讲 神经病人啊 怎么可能跟太太讲 半夜不睡觉 然后弄了一个60万的账单出来 神经病人这样子 好 所以我跟这些媒体讲说 诶 我等一下5点的时候 我要Halfix这样子 你有可能在晚间新闻 在报的时候 这个网站是打不开的 OK就好这样子 好 那我们就 5点的时候就临时下架这样子 然后又是一个半夜 然后再修理它的架构啊 调整它的架构这样子 至少把PlayS API拿掉嘛这样子 所以后来就隔天啊 其实我都不敢跟人家讲 后来有一个平面的媒体 就是网路上的那个平面媒体 他就跟我深聊这样子 深聊之后 我才娓娓到来我这样的故事 那后来就有这一篇报道出来 所以第一个爆炸点 就是口罩地图做出来 第二个爆炸点 就是这个数字60万这样子 大家对于这个数字比较敏感 那有人看到说 哎好文你好厉害哦 你这样子这几个小时 你就赚到60万 我说 不对吧 你国文老师会伤心啊 这是赔了60万 这不是赚了60万这样子 所以这个就是另外一个事件点 这样子 那更有趣的事情来啦 2月5号 2月5号的晚上 不对不是2月5号 2月3号的晚上 2月2号上线 对不对 2月3号的晚上 就发生了这件事情 我们的陈时中部长就说 大家我们明天开始啊 我们不再超商卖口罩了 这代表一件事情 你这个project 你这个side project 就只存活两天 因为2月4号就不卖口罩 你这side project 口罩地图是要干嘛 所以就不卖口罩 我们2月6号起要改到 健保药局 然后实施那个实名制这样子 开始统一贩售这样子 OK 但它不是一个终点啦 它反而是另外一个起点 所以第一个阶段到现在为止 就告一个段落这样子 第二个阶段的故事呢 就从这边开始 那时候我们的 唐凤正伟啊 他就在我们的slack 这是公开的 所以大家其实都看得到的地方啊 他就说 大家稍安物照 政府有一些动作 大家不要动作 他说2月4号 我们要做一些logistic的demo 然后2月5号的话 我们要释出API给大家使用 变成open data这样子 那这个open data包含什么 包含两件事情 就是一开始的话 我们缺少什么 我们缺少超商的电点 所以他这边open data 就释出了药局的电点 这样子 因为健保药局 资料都有 另外一个open data 结合在一起的 就是这一些 每一间店的库存量 我库存多少 这样子我变成是一个open data 好2月6号 早上的10点 这个data就要正式上线了 正式开卖了 正式上战场这样子 好 你们没有发现 这里面有一件事情很恐怖吗 超恐怖的你知道吗 跟你们讲 恐怖在哪里 2月5号的时候 要告诉你这公司的spec 才要告诉你这open data 可是2月6号早上就要上线 这代表说 如果你要做这件事 你要做口罩 第二个版本的话 不好意思 大家又开始熬夜了这样子 又是另外一个熬夜的开始 所以2月5号 大家看到这个讯息 其实都很兴奋 但是都没有注意到 里面哪些陷阱这样子 不过有open data 是很棒的一件事情 我们要感激 所以这个就是那时候 就政府单位 唐凤政委看到这件事情 然后推动 看到第一个版本 抛砖引玉 然后政府那边 也愿意support这件事情 那就变成是一个 正式open data这样子 那2月6号早上 我们会形容那天晚上 就是全台湾最大的口罩黑客松 而且是线上版本的 你知道没有披萨 你知道吗 也没有饮料 什么都没有 但是有好多个 我在想应该有 超过1000个人 在跟我一起熬夜 这样子 全台湾最大的口罩黑客松 你实体用披萨 都吸引不到那么多人 对不对 好那 这个2月6号早上 所推出来的版本 到目前为止 你知道吗 一份open data 它就就就就 电点的资讯跟什么 跟库存的资讯 这两者而已 你知道它创造出 多少的application出来 OK没问题 我也是工程师的 好 这份大家有没有看过 你可能看过 唐凤正伟 他真的是自己写网站 一份绿色的 绿色底的 然后很多的资讯 很多的口罩地图的资讯 这份其实是我们工程师用的共笔 这样子 那这份里面呢 我们来看一下 就很多的资料啊 那有很多人都直接放上去 像政府提供了什么样的资料 在什么时间点 做了什么样的改变之类的 更重要的是 如果你有任何人做了跟 这个open data相关的 或者是跟copy united相关的 你都可以放上来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没有看过的 这个这件事很好玩的一件事情 我们看啊 地图应用 截至目前为止 这个名单还有点长 快点快点 哦 西勇 不好意思 好 这大概有60个口罩地图应用 截至目前为止 那其他的line应用啊 然后什么iOS application checkbot 然后zs dedicate search information啊 然后这些iOS android的 然后还有什么okgoogle siria 云助手这些 直到目前为止的话 大概130几个应用 一份open data 一个晚上 第一天大概创造出30几个 到截至目前为止 这一份open data 创造出130几个的应用 这个是名列在侧的 如果我们还包含 有些人练习 有些人做自己爽的 有些人没有放上去的 我觉得应该有double或trible以上 所以这件事情 其实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回来回来 好 那这是第二个版本啊 第二个版本就是 跟其实刚刚那个一样 只是更漂亮了 更准确了 顺制数字在上面的这样子 那 很多很多 有很多其他版本出现 就是真的是五花八门的这样子 那这是第二个 口罩地图的流量数字啊 这个蛮有趣的哦 我们看第一天啊 总共total到1600万个流量 我们在四月底的时候 下架 二月三月四月 所以是三个月这样子 所以在第一天的话 大概八十几万 接下来 每天就开始递减了 第一天然后就开始 雪崩式的下滑 那这是什么样的状况 大家知不知道 其实这反映一件事情 记不记得那时候 除了做实名制的政策之外 政府还有另外一个 七天分流 如果在这个地点啊 刚好是七天的时间 每一天每一天 都会下降 到第七天的时候 它变成是一个stable状况 第七天的时候 那个量大概是十二万 十三万左右 第一天是八十几万这样子 所以如果数学老师好一点的 算一下 这乘起来刚好是八十几万 你可以从这中间观察到 其实分流这件事情 七天分流这是有效应的 另外几个点 这边有一个peak 这代表一件事情 这代表是政策的改变 这个peak是两片变三片 这个是几片变几片 我有点忘记了 所以这个东西 同时要让大家回忆起说 在那个时候 民众恐慌的想要找寻口罩 渐渐的已经习惯了这件事情 突然新闻报道说 跟口罩相关 又唤醒大家回忆 又突然上去了 接下来又渐渐的稳定 然后又有另外一个peak起来 所以我们会形容 这个东西除了是流量之外的话 它也是一种民众恐慌的 程度表之类的 好 那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一个 开放政府与民间 合作的一个里程碑 因为以往的话 其实这种模式真的比较少见 因为以往的话 我们政府都是走标案模式 基本上它都是防币 一标 然后审核之类什么之类的 但这一次政府它就单纯 真的很单纯 就只是做open data提供商 而且是走后门打通关 就是一路畅通这样子 三天就搞出来的事情 那民间这边的话 也正是百花齐放 基本上只要是资讯人在G0V里面 在那个时间点 有可能都会嘴上一两句这件事情 或者你就真的做出一个project出来 然后把你的想法 把你的理念呈现上去 那都是为了这件事情 都是为了共同防疫这件事情 一起努力 所以我觉得它真的是一个 很重要的里程碑 那当然这个故事就被 什么很多的语言都被报道 那当然就是很棒的事情 除此之外 这是我在这个期间 最喜欢的一张照片 这不是我 这是唐凤 那这个呢 它那个时间点是在三月初的时候 它那时候是收邀到美国去 CSIS就是美国智库嘛 那它在那个场合 去讲说我们台湾的防疫的状况 做得其实不错的 甚至讲到口罩地图这件事情 就像我所说的 口罩地图能不能帮到大家买到口罩 其实我老实说真的不太关心 但是在口罩地图这件事情 让大家看到原来台湾 有很多人在关心这样的议题 甚至是我们所做的事情 做防疫做得蛮不错的这些故事 可以被登上国际 把我们这样的故事告诉给更多的人 这件事情的话 是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棒的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 其实我就有一些重点了 这个口罩地图之所以我觉得会让 或者说台湾防疫在现在为止 会那么成功的话 我觉得很重要的是资讯透明 资讯流通 以往我们不少天灾人祸 有很多的台风 甚至之前的SARS 可是在这一次我们却很安然地度过 甚至在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是被形容我们有可能是最严重的地方之一 这样子 但我觉得在这一次我们台湾可以做得那么好 最主要是因为资讯透明和资讯流通 那因为我们这一次 有非常多的资讯能投入在这里面 做出很多的side project出来 很多的工具 在这个工具使用的同时 我们这些内容 它都是很赤裸裸的 很透明的是写在那里 有多少库诊 有多少量 有多少确诊数 有多少人什么样的状况 基本上这些都是完全透明 是藏也藏不住的状况 对比我们旁边的 那算了 那另外一个资讯流通是我们在使用这些工具的过程当中的话 其实我们都会把一些很重要的观念一起放到这个 这个例如说这个网站的旁边之类的 像大家回忆起 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还是有一些错误的讯息 假消息 例如说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抢过什么物资 还记不记得 抢过卫生纸 抢过 忘记了 反正抢过很多物资 但是你们抢过泡面 然后你会发现 在这一次的这些讯息 很快就平息下来了 几乎都不到一个礼拜 就平息下来了 其实当民众 他有机会接触到正确的讯息 例如说每个人都要群洗手 例如说每个人要戴口罩 这些讯息 如果跟着这些资讯一起流通 这些工具一起流通的话 那么大家其实就会更重视防疫这件事情 变成是自己的责任 所以这也是我会形容 他是由下而上的全民共识 这个东西啊 以往的话你可能是由上而下 我防止民众 封城啊 出远门啊 出门或什么之类的 大概民众都很高拐 说我就是要反抗 我就是我的自由 我要争取 可是当每个人 他都有这样的观念的时候 他反而是由底层慢慢建立一条完整的防线 我觉得这是因为台湾全民一起共识防疫这件事情 所以台湾这次防疫才会如此成功 所以简单介绍 我的时间也差不多了 感谢各位 谢谢 好 那我们接下来的QA 我们有slido 然后但是我 我看一下我们的 好 让你来这样处理 然后我们先问一下现场的朋友 有没有什么问题想问的 好 大家都没有问题 很好 那现场的朋友 所以后来60万呢 这个大家关系的问题都不一样 这样子 我跟你说 后来啊 这个有很多的科技大厂啊 资讯大佬啊 他们都有弄出一些program 一旦要做跟COVID-19有相关的 他们就会给你credit这样子 所以后来Google map Google他们也有出这样的program 所以那个账单后来就这样子解决掉了 这个有一个有趣的状况啊 一开始我们亚洲在流行这个疫情的时候 其实这些都 这些人都不太care 因为欧美国家嘛 疫情还没烧到他们那里 烧到的时候 就大家都想说 那我们赶快弄出这样的program 然后弄出这样的credit这样子 不过是后话啦 所以60万后来是顺利解决了这样子 那如果没有办法解决呢 要把信用卡剪掉啊 这么简单这样子 怎么可能付代笔钱这样子 对 好 有没有其他问题 好 有问题的话 我们随时再继续往下交流